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很高兴跑步把人生 今天帮大家请来是一个我的超级好朋友 然后他也是我非常非常佩服 很棒的一个人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场台北国际超级马拉松嘉年华会 然后在台北新生花博公园的梦想馆 办了一场绕圈圈赛 那一场赛真的是非常的热 然后我们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感到 了不起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跑者 然后他本身也是个志工 那今天请来的这个人呢 他是我们很多人很多人替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因为他虽然以前他都常号称说 我是半马里面最大只的女生 然后他都他是谁呢 他就是非常非常热血的志工阿梦李孟芬 阿梦好 小鱼好 我是阿梦 我要先讲一下阿梦了不起 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地方 就是我们半马最大只的阿梦只有跑过半马 然后当时我们去年12月底 跑去台中跑马拉松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跨年 然后后来我就突然睡了一个晚上醒怪 我就灵机一动说阿梦 因为那一天12月31号那一天 阿梦的老公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场出马 那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话也要让阿梦感受一下 我就帮他设计了一个行程说叫他来参加12小时绕圈圈赛 没想到我们阿梦真的勇敢的接受了 来你自己说说你那一天12小时的感觉 哦那个小鱼跟国会大哥哈跟我说 哎你要不要试一下12个小时绕圈赛的赛事 因为如果是限时12个小时的话 去跑一场42公里的话 用数学出起来 那一个小时大概4公里就够了 他说你就慢慢走 你就会完成你的出马 虽然有点难看 不过还是可以 我没有说难看 我说我们不要在一边的眼光 但是我们就12小时来换一场43公里 对不对 对啊 那我就觉得哎 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 那至少给自己一个目标 然后开始练习 那所以我就很很积极的报了名 比我还早报 我本来还怕阿梦逃掉 结果没想到阿梦比我还早报名 对 然后刚开始开始认真练习 郭峰州老师还跟我说 哎阿梦请问你至少每天要跑6公里哦 我跟他说 老师我一天跑三次 一次一个小时 那几公里就不要问了 哇那不错耶 很认真 结果我练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要开始面对 我自己专业上有好几场的选举 所以就不得不就把练习放下了 那所以事实上 这次的12小时赛 我总共只有练了3乘6 18个小时而已 不不不 有超过12小时 对 然后阿梦他就很有趣就是 我觉得阿梦他也 他在前一天 因为他这一趟他是星期五就上来了 阿梦住在台中 我刚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阿梦是台中一中健康中心的专业护理师 他最早最早之前 他是念护 最早之前是在那个急诊室 对不对 我以前是在 我是从那个中台一专毕业 那以前叫专一台中 阿所以我就干脆留在台中服务了 然后我先去台中荣总工作 在神经外科交互病房待了大概四年多 后来经过刚好台中一中就出缺 然后公开征选 然后我就有这个机会进到了学校服务 那时候每个人都好羡慕我 跟我说 哇 你去四千个未婚男性的学校 多好阿 你那时候没有很夯阿 没有 因为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好像是二十三岁吧 那学生们 其实老师 像主任阿 学务主任会觉得说 用我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怕那个学生以后从此 沉溺在健康中心都不出去 然后 有一次他就逮到一个学生会长 他经常泡在健康中心 他就问他说 你不要以为健康中心那个 护士阿姨很年轻 貌美 你就在那里 在那里混很久都不回去上课 我们这位仁兄只有告诉他的主任说 主任 你确定孟芬是女的吗 其实我的个性非常的豪迈 那他们 其实会觉得我跟学生们是哥们 然后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孟芬 其实是蛮男性化的 然后跟学生几乎都打成一天 那现在这些学生都已经变成大人了 甚至是注册组组 应该都跟你很好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事没事会回来看我一下 然后我们阿孟呢 他就在台中一中 很妙哦 我们 他刚一直来之前 他一直问我说 我们两个要不要对一下 聊什么 说没关系 因为我跟他实在太熟 这也是我唯一一场 从头到没有任何准备的 那我就想说 跟阿孟可以聊的题材实在太多 所以要请这个听众朋友 大家就要稍微忍受一下 因为我们会跳来跳去 然后他讲 为什么呢 他在那个台中一中 然后我跟他认识之后 他就把他拉进了超马跑者协会 所以超马跑者协会 总共办了三场赛事 这一场是嘉宁华会 是我们的第三场 阿孟每一场都是从台中自费 然后赶上来台北 他在上一场阳明山超马赛 那场也是很多人 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赛事 61公里 阿孟多了不起 他居然从台中 那一个人看看多少 十公斤的那个什么 紧急医疗救护器材上来 他说他宁可自己累的半死 就算所有的选手都没有用上 可是他还是愿意去做这个付出 那这一次呢 他也很妙 他是礼拜五 一大早就抛夫弃子 然后就上来了 礼拜五就先当志工 对不对 然后礼拜六跑了12小时 然后跑走法 礼拜天又继续当志工 那你礼拜五那天 在那边看他们跑48小时的时候 那时候你会紧张吗 那时候心里有拟定什么策略 说你隔天要怎么去跑这样子 其实我预定完赛的策略很早就拟定好了 因为我很大支 我很重 我其实没有办法用很快的速度 那如果我把强度拉高的话 那其实只会面临一个状况 我可能两三个小时后就会阵亡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郭老师没有设定那个最低标 那我觉得反正我12个小时 我就是要尽情的走 我要当一个选手 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我可以在那个12个小时中 我就是选手 我就是我 我不用担心说 哪个选手会昏倒啊 或者是需要补给我是不是够 或者是我的小孩啊 我的老公啊 我觉得可以完全就是 跟自己相处 对我可以很清楚的思考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再加上我 接下来会有很多很重要的活动 我可能可以就是利用跑 就是这12个小时 好好地思考一下 然后完全没有人打扰 我很喜欢这样的时间 那我觉得 我对这场赛事 对自己的期许 并不是说完成一个出马 或者是超马 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图 因为我只期待我自己 能够享受这12个小时的时光 然后没有受伤 然后心情很愉快地度过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那种光阴 我觉得很棒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我们第一天是志工嘛 对 那志工基本上来讲 表现出来的是很热情的 所以当志工的阿梦是 他那个笑声 你会在会场听到 哈哈哈哈 你今天怎么太保守 都会在那边大笑 对他会很热情的 开朗的大笑 然后我就会跟大家介绍阿梦 阿梦都会说 他会跟每一个人交代说 明天请大家 创作不认识我 也不要叫阿梦加油 我就会一个人默默在那边走 所以他从一开始 大家你知道 一开始大家都是冲比较快 那阿梦从一开始 我就看到了 他就低着头 用其实是蛮快的 走路的方式 他就完全不受打扰 然后在最外侧 一个人这样子一直走着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 我以前有很扎实的练习 那我快走的速度 至少6到7 那因为我很久没有练习 但是我还是可以保持在 每个小时 大概6公里的速度前进 那那一场 11号的那一场 实在是因为很多 很多人参加 对 那像我这种人很慢 我都很知道 我自己该靠外侧一点 所以我都通常是走在最外侧 所以我应该跟郭老师讲 我可能不只跑51公里 我可能跑更远 真的不只 真的不只 然后再看到那些飞毛腿 譬如说师大的那些选手 他们跑得飞快 然后在人群中穿梭 都好怕被撞到 阿梦讲的那个 跟大家补充一下 阿梦讲的那个是接力赛 对 接力赛的人非常可怕 就是在冲速度这样 对 他们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应该每个小时 有20公里左右 我有听到他们有人讲说 他们是用三分速 然后像那个 24小时接力 那个是8间3的 他们第一名的 他们有人跑出 两小时跑33公里 哇 真是太可怕 太可怕 你知道吗 当那些飞毛腿 越过你身边的时候 你都会很有 刚开始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压力 会觉得说 哦 自己这么慢 怎么还敢来 可是 当你开始 就是进入状况 过了第一个 18到20分钟的时候 你那个 开始进入 完全有氧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当下就放下了 我那时候想法是 慢就慢啊 反正有12个小时 我要完成12个小时 这才刚开始 是啊 如果我现在把我的步伐弄乱了 节奏搞丢了 这样子 我怎么有办法撑12个小时 那我当我放弃 就是说 当我不再感到害怕 或感到压力的时候 那就越来越顺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 大概24公里前 其实都是维持 大概是 一个小时6公里的速度 中间陪了小一 就是稍微聊了一下 她即将为人母的心得 我们这一场赛事非常有趣 女生只有七个人报名 然后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 因为老师在赛事的规则里面是说 男女都是举前十名 结果女生呢 只有七个人 所以那天我们都一直开玩笑说 我们女生真是幸福啊 为什么大家都说 明珠啊 对明珠也都叫我们女生来跑步 然后我们都讲什么 踏出第一步 就得奖了 我们就得奖了 老师有规定我们说 你们不可以给我低于30公里 这样太难看 那阿梦讲的小一就是张广霖 她也是实力非常坚强 可是因为她怀孕了 所以她 她其实只能在跑道上慢走 然后她其实对 刚开始怀孕 所以对怀孕 还有一些陌生 然后还有一些恐怖 所以你跟她聊这个吗 对对对 我们跟她聊怀孕 她为什么会觉得心情不好 我告诉她说 那是因为荷尔蒙的影响 然后我甚至告诉她的老公 因为她老公比较幸运 只要承担一种荷尔蒙 女生要承担两种 两种到三种荷尔蒙的变化 所以她这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疼爱老婆 我都不知道说 原来阿梦在跑12小时的过程中 还做了很多事 还做了这个初怀孕 帮小姨做了那个叫什么 心理建设跟辅导 对啊 我们聊了很多怀孕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然后还聊了一些小孩子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在怀孕的过程中 有人做心理支持是很重要的 结果刚刚阿梦讲的那个小姨 大家不要看她这样 她才刚怀孕 我们每个人听到都说 小姨不适合下场 但是她还是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小姨她那天其实有蛮介质 然后大家都知道说 没想到她默默的悄悄的 居然也完成了一场半程马拉松 对啊 我真是很惊讶你知道吗 对一个孕妇 对对对 我都好担心她被人家撞到 然后我看到她在前面 我在后面帮她挡 因为我身形比较大 从后面冲过来的选手 至少会先看到我 我都很担心说 她可能会被撞到 或如果摔倒了 就是这下就会风险很高 还好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所以就等于说是 你前面先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完全不管别 你就完全找到自己的节奏 然后自己 自己算走得很顺畅这样子 对我一直走得很顺畅 一直到25 26吧 那时候 25 26k以后 我开始感觉到我的左脚很痛 然后因为我脚掌 我靠我的脚掌着地 但是因为我穿的是比较薄的鞋子 然后接着就觉得 完蛋了 起了一个大水泡 所以速度就开始慢下来 甚至到最后 到最后的时候 大概就每绕一圈就要坐下来 让我的水泡休息一下 你那时候有把他拖下来 检查说他真的已经起水泡 还是你自己知道 我自己已经知道了 因为右脚跟左脚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那我就知道完蛋了 所以我知道那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随时去看阿梦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会跟他讲说 不用急慢慢来 就是休息一下 分段完成 因为时间还很长嘛 对不对 对 其实应该说 当大概进入50圈的时候 每个人都跟我说 加油加油 64圈就一个拳马 马松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脚已经痛到 快要飙累了 可是我还是想说 至少至少一定要完成64圈 不然真是脸就丢大了 虽然还有很长的时间 那其实那时候 已经接近一个壮墙期 然后心里会想要说 我干嘛这么辛苦阿 我为什么要这么累阿 然后那种倦怠负面的情绪开始出现 然后很多人帮我们补给 譬如说煮了热稀饭阿 或帮我泡了热可可 都再也喝不下了 只能喝梅子水 然后还好 就过了那段时间以后 就开始好一点 虽然脚很痛 但是就是目标就是很明确 就是完成64圈 当通过那个感应区64圈的时候 你那时候觉得很想掉眼泪 那时候还好 那时候觉得64圈 然后我就在想说 等一下 这个是种树问题 不知道 不知道是 它是两头都加还是 然后我就想64圈 万一它间距是63怎么办 那我还是再走一圈好了 我们第一段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聊阿梦这一场 非常有趣的12小时